前不久,中共地制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在退休后被官宣逮捕。 他是国土资源系统近十年来守民被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其罪名包括受贿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等。 其中,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尤为引人注目。 7月9日,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 中共地制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 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议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今年62岁的钟自然,是中共自然资源、国土资源系统近十年来守民被查的高官。 11年前,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被查, 两年后,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也曾任过一年的国土资源部部长。 钟自然已经退休一年多, 今年1月2日被公布被查。 7月21日,钟自然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 官方通报称,其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不信满猎、信鬼神、 非法牟利、收受财物、搞权色、钱色交易等。 钟自然还被指公器私用, 将地质调查、矿产开发等权利作为连财纳会的工具, 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项目承拦、矿权审批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违反国家保密规定,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上述通报内容可知, 钟自然和众多中共官员一样, 平时为保自己官运亨通, 慷慨给寺庙送香火钱, 或听从风水师, 做出一些求鬼神保佑之事。 此类不信马列信鬼神之举, 在中共大小官员中很常见。 当年,周永康等高官就曾重信王林等术士。 至于搞权色、钱色交易, 意味着他不仅利用审批项目搞女人, 而且他也出钱嫖娼或包养美女, 这才有全色、钱色交易的指控。 中共官员十之八九都淫乱, 但一般只有很严重者才会被通报出来。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是个很大的罪名, 以往中共纪检部门在对被查处的官员的通报中,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的表述并不多见。 此前,因非法获取或泄露国家秘密被查处的高官包括, 二十年前的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前中办主任令计划, 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霍克, 周永康秘书之一, 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锋,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政法委副书记戴向辉,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王锦和, 西安体育学院原副院长白岳氏,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副主任王云歌等。 周永康的述罪中被认定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而获刑四年, 另计划被认定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而获刑五年。 根据中共相关犯罪解释, 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依照法定程序确定, 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情的事项。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 故意使国家秘密被不因窒息者窒息, 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 情节严重的行为。 刑法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共作为流氓独裁政党, 党内暗箱操作就是机密, 甚至被作为国家级绝密, 因此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在中国的涵盖范围很广, 也令人模糊不清。 此前有多名落马官员案件, 如周永康, 另计划,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健, 福建省原省长苏树林,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波, 以及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 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 全案应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公开, 或部分不公开审理, 外界并不清楚他们的泄密罪具体是什么。 钟自然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到底泄露了什么机密, 官方报道没有给出更多相关信息, 但是网上舆情对此反应却比以往敏感。 一些小粉红已经就此撰文, 痛批钟自然是叛国是汉奸, 并强调国家安全不容侵犯, 这应该是今年中共推行新修订的保密法的一个效果。 习近平签署的新保密法在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行, 在宣传公示下, 中国民众对保密和国安的警惕防线被刷新。 钟自然此时被爆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一些人就联想到它是泄露了国土安全。 这是中共当下政治生态的一种反应, 钟自然就成了靶子。 钟自然聪明好学, 技术成就突出, 这也奠定了他升官的基础。 据公开资料显示, 钟自然生于1962年8月, 安徽同城人。 1979年下, 17岁的钟自然, 考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 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 1983年8月, 他本科毕业后, 任化工部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干部, 1985年4月加入中共。 1985年9月, 他考入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 矿床学专业,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91年9月, 钟自然任原地质矿产部, 矿产开发管理局干部。 此后, 他就在矿产国土资源领域深耕, 超过30年。 1998年7月, 原地质矿产部改组为国土资源部, 钟自然随之进入国土资源部工作。 1999年7月, 中国地质调查局挂牌成立, 为自然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事业单位。 钟自然在国土资源部工作期间, 担任过规划司副司长、 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 地质勘察司司长、 地质调查局副局长、 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等职。 从2014年下到2022年9月, 钟自然担任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 局长, 长达八年之久。 他还曾在2017年, 兼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 2018年, 国土资源部被新组建为自然资源部。 钟自然随之担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 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曾担任过地质矿产部副部长。 2016年4月, 国土资源部出版的温家宝地质笔记, 钟自然发表讲话赞美温家宝, 要求地质调查局系统认真学习, 并将此书作为地质工作的科普读物, 以及地质管理的辅导读本。 2020年5月至6月, 中共中央第六巡视组对地质调查局党组进行了常规巡视, 定位政治巡视。 其后, 巡视组对地质局领导层的工作表达多方面不满, 要求整改。 中组部副部长曾一春, 当时要求地质调查局党组提高政治站位, 从政治高度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巡视组同时表示, 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以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巡视组留下的悬念, 自然会让包括中自然在内的地质调查局官员感到不安, 不过随着疫情的加剧, 全国进入清零封控状态, 似乎这一夜翻了过去。 2022年8月, 中自然被中组部免去地质调查局党组书记职务, 9月被国务院免去局长职务。 中自然到了60岁退休年龄, 这次免职是正常离退, 此后, 他还不时参加一些学术等公开活动。 中自然还参与过矿产资源法修改立法工作和矿产开发管理工作, 他曾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矿产能源勘探开发专家组委员, 还曾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刊务编委会委员。 中自然被查前半个多月, 还出席了2023年12月14日的资源部组织的一个座谈会。 2023年以来, 地矿系统已有多名官员被清洗, 但都不如中自然来得突然, 似乎习近平对地矿系统的清洗瞬间升级了。 今年1月2日, 中自然被官宣调查, 同一天, 地矿系统另一名局级官员丁小木也被查, 丁小木是华东野津地质勘察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他比中自然大一岁, 与中都是安徽人。 他从2014年10月至2021年1月 任华东野津地质勘察局局长7年, 党委书记6年。 2024年7月5日, 丁小木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2023年以来, 地矿系统由以河北地矿系统的 他方式腐败最为瞩目。 半年时间内, 有11位官员先后被查, 包括河北省地矿局原局长刘鹤峰, 副局长李健等。 12月, 河北省地矿局原一级巡视员贺喜, 总经济师郭荣林被逮捕。 2023年被查的地矿官员还有, 中美地质总局原党委书记, 副局长赵平, 海南省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 局长邓小刚, 辽宁省地质勘探矿业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总经理王福亮。 2024年后被查的官员有, 广东省地质局局长黄德发, 黑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察局原局长张才, 以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朱立军。 地矿系统是国土资源部门的一部分, 国土资源系统向来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 2024年1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发文指出, 自然资源部门附有对土地、矿产等资源进行管理、 使用、规划等职责, 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通常具有高额回报率, 因此在审批、行政执法、规划、资源出让、 办证等诸多环节的寻租空间都很大, 腐败问题一发高发。 中共官员的腐败是中共制度性腐败的必然, 打击贪腐是政治需要, 也是中共内斗的具体表现。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唐靖元表示, 中自然在地矿系统根脉很深, 有一定影响力, 而在政治色彩上, 他不属于习信任的人, 那么他一旦被发现了腐败的线索, 就会被重点针对。